欢迎大家来玩大数据 这个部分我们要讨论的是 大数据在交通上的一些基本运用 例如像各位手上的一些APP 然后还有像你的一些旅运的 基本的一个资料 如何转化成大数据的一个交通运用 以悠游卡或者是以卡通为例 过去的公车可能是两段票或者是一段票 可是通常大概就会设计你上车刷 或者是下车刷 可是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公车 它可能是要求乘客上车的时候就刷一次 那下车的时候再刷一次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记录乘客的一个旅运的一个流程 那这些数据其实就可以去做一个未来在交通运输上的一个规划跟运用 这部分的数据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做大数据分析上面的目前已经启动了一个合作研究计划 那这个合作研究计划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希望能够透过访谈还有一些标杆难力的研究分析呢 来去看说交通部现在在整个大数据领域上面有哪些比较具体的方向 能够细部把它盘点出来 那我们事实上如果说各位对考国家考试交通类有兴趣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交通部如果你考国家考试进来会分发的单位 就是我上面列举这些单位像民航局、航港局、观光局、台铁局、高铁局、地方政府交通局 像各位如果去监理站看到有那些柜台人员 事实上他也是某些人员也是考交通行政或交通技术的人员进来的 那当然也有比较中央的单位像民航局 而在他们比较比如说交通民航局的空运组 他们可能就是负责一些空运政策的研理 那以交通类科的国家考试来讲 事实上可以接触面向非常多 那在大数据应用领域我们也开始在思考说 民航的领域、航港的领域、观光领域或者是高铁 甚至是地方的交通我们可以有哪些面向的应用 我这边举一个实例来跟大家说明说 现在在公共运输的领域大数据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都了解说公车动态支运系统 它除了说提供给我们同学可能做APP的查询之外 其实交通部或地方政府也定且在收每一班公车的资料 另外各位同学手上的YOKA的资料 我们也跟YOKA公司来做合作 把这两个巨大的资料库来做一个combine 我们也跟 事实上也不只是只有公车 我们针对台铁或是捷运 不管是台铁这种路径比较单纯的 或者是捷运这种路径比较复杂的 我们也开始在做酝酿的分析 我这边用了一张图来跟大家做说明 事实上用大数据就可以来去探讨说 这哪些公车路线适合来做这种站牌代表的实施 我左边各位可以看到荧幕上 左边我们有画了一个带训练的 其实这张图先跟大家简介一下 就是纵轴就是公车站牌的站序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从新竹的公车站 23路公车从总站然后一直开到玄奘大学 那很走就是时间 那其实这是一张很简单的 我们在国中可能就学到那个XT图 一个很简单的XT图 那我们只是把公车它每一天开的轨迹 不同天的把它用一个软体 我们这个是用Table软体 那这个是美国Stanford大学开发的一个 视觉化分析软体 我们把这样的结果撒上去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 如果以这个带训练的路线来讲 就可以发现说它到终点 事实上它的variation是很大的 这种这种路线 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做站牌盘表 因为你如果用整个横断面去切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变异非常大 那如果以这种公车司机 他每天开到某一个地方 其实他的抵达的地方都蛮接近 这种可能就比较有机会 那当然刚才讲的这种带训练的公车路线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实施站牌盘表 因为有可能他只是公车驾驶员 他比较没有follow一定的路去做 做这样的去开它的车 那事实上我这边只是举一个案例说 跟大家说明说 其实公车动态资讯系统里面的 这种GPS轨迹的资料 在公共运柱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我想我第一阶段的简报先讲到这边 那我想重点就是说 把刚才整个从交通部现在在交通政策 应用大数据的一个理念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这边再讲到这边 我可以打开 一边的简报 我开心门